由肖战和杨子主演的青春偶像剧《余生请多指教》 目前已经播出大半内容 这部电视剧不管是上星收视率还是网络播放量 甚至B榜、德塔文等等各种数据都非常的不错 现在林之笑和顾卫两人终于互相表白走到了一起 开始了各种谈恋爱发糖的故事 让观众欲罢不能 两位主角因为关注度非常高 肖战粉丝也突破了3000万 而在其他数据不断上涨的同时 《余生请多指教》虽然B榜一直登顶 但是数据一直没有突破久 让很多粉丝干着急 在第十天的时候 这部电视剧B榜指数来到了89.42 即将破9 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都有空看剧的时候 能不能达成呢 另外顾卫的B榜指数也来到了9.28 也创造了他的新高 杨子扮演的林之笑成功超越任佳伦的长意 轮在了第三名 在微信指数方面 顾卫终于扬眉吐气 一直以来顾卫的微信指数都没有超过林之笑 现在不仅超过林之笑 而且还以破一亿的数据达成 应该没有什么遗憾吧 看到这样好的顾卫 很多观众表示希望一户一位 肖战的百万宣发粉丝们又开始发力 制作了护卫队 并且还要落实一户一位的政策 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让小来服享受到顾医生的居家男友服务 此次 一户一位耿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连杨子的团队也在用一户一笑来宣传 这样看来 余生夫妇CP又增添了一分 太甜了吧 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一户一位这个计划如何呢 余生第十天立榜欲破酒 顾卫微止中破一役 一户一位耿杨子也在用